原标题,银行行长一年阻止18起电信诈骗,万回损失270万。 广西新闻网南国经报,今年3月,柳州市民刘女士遭遇电信诈骗,损失9,2万元后人不醒悟,准备继续转账给骗子时,被细心的支行长朱丹察觉,应受到骗子恐吓威胁。 刘逃离银行,朱丹当街狂奔一公里,在一名热心小伙帮助下将刘追回,又经过4小时努力沟通,终于让刘恢复理性,相见本报3月19日一板,其实,尽心尽力阻止出户被骗对朱丹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半年过去,他又成功阻止了多起电信诈骗事件,挽回出户损失达数百万元。 一年阻止18起电信诈骗,朱丹从2001年进入工商银行柳州分行工作,从2016年7月至今担任三中路第二支行行长,在工作中他总是尽心尽责又极其细心。 正因为这样的工作习惯,朱丹往往能够及时发现储户的异常状况。 今年9月28日,网点的老客户张女士要汇款到外地,朱丹一看,转账金额高达65万元,于是将他请进办公室了解详情。 直子结婚,对方要求先买房,我能不帮吗?张女士的镇定自若,让朱丹一度怀疑自己判断失误。 不过,细心的朱丹立即发现了诸多疑点。 首先证明直子不姓张,再者张女士不仅拿出自己全部积蓄, 还把所有的定期存款、证券理财产品全部提前赎回,这不太符合常理。 我的家是你管得着吗?张女士终于无法自圆其说,恼怒的拍桌子指着朱丹大骂。 朱丹继续耐心劝说,并交代同事报警。 随后和刘北巡警大队民警做了长时间思想工作,张人不相信自己受骗。 民警联系上张的女儿,有家人在场。 张女士承认几天前接到公安的电话,称有人冒用其身份信息办理了高额信用卡并透支。 如果不及时还款,将案犯罪处理。 从今年1月至今,朱丹经手成功阻止18起电信诈骗,挽回客户损失270多万元。 有缘相识便当成亲朋好友。 朱丹说,因为网营,手机银行的普及,到网点办业务的要要是年纪偏大的,要要是因生意或工作过来的,既然都是老乡事。 朱丹把每一名客户都当亲朋好友对待。 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客户,只要接到电话求助,朱丹会开车上门接送。 有一次,朱丹的女儿生病住院,她答应中午会抽空送饭。 不巧的是,当天朱丹送一名患有腿疾的独居老人回家后,看到老人家中凌乱,于是交代丈夫给女儿送饭。 她留下帮老人打扫了屋子,此事让女儿委屈了好一阵子。 不仅对待客户,对待有困难的陌生人,朱丹也是非常静心。 今年2月,朱丹下班时看到一名女,子带着两名年幼的小孩,坐在网点门口的石凳上。 原因是找不到来打工的丈夫,朱丹给母子三人买来热包子,还送来两件女儿的年衣。 安顿她们在附近旅馆住下,给了200元路费。 母亲是孩子的最好榜样。 银行的工作繁忙所遂,出现业务差错在所难免,而朱丹不仅工作效率突出,还经常在业务技能比赛中获奖,并连续多年被评为零差错员工、优秀客户经理、明星大堂经理等。 因为工作繁忙,朱丹陪伴女儿的时间很少。 今年1月12日,朱丹的女儿考完其墨语文考试后,当晚班主任便将其满分作文发给了朱丹。 女儿文中写道,一次周末的早上醒来后,家里空无一人原本休息的妈妈跑去加班了。 我呀,妈妈,您能多关心我吗? 朱丹这才发现自己的粗心。 此后,她尽可能将事情跟女儿分享。 参加各种技能比赛或颁奖大会也尽量带女儿回到家之后, 女儿挂着自己的获奖寿贷和证书高兴自拍时, 她在趁机教育女儿做人要上镜。 对朱丹来说,诚恳带人用心做事用好成绩和好口碑成为女儿的好榜样比口头教育更换用。 来源广西新闻网 责任编辑张玉